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球新聞 首先來關注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3月6日宣布 將任命一位獨立調查員 就中共當局干預該國選舉進行調查 近期 加拿大媒體持續引述匿名情報來源 指控中共策劃並干預了加拿大2021年和2019年的聯邦大選 各界要求公開調查的呼聲日益高漲 面對公眾輿論壓力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從最初的一再拒絕 到不得不宣布將任命一位傑出的加拿大人 來擔任特別調查員 就中共干預大選的指控進行公開調查 這是一個濫步 他的政治濫步的這種表現 不過 特魯多親自任命調查員這一事件 也令不少觀察人士質疑調查的獨立性和公正性 特魯多還表示 已經要求國家安全委員會審查外國是如何干預 選舉的 但另一方面 他也要求國家安全審查局 來審查本國的國家安全機構是如何處理這些干涉的 此外 特魯多還責成公共安全部長 就建立外國代理人登記處一事 進行公開諮詢 到目前為止 總理特魯多和高級安全官員都承認 中共試圖干涉加國選舉 但總理始終堅持 之前的選舉結果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高雲林、安妮、文慧、加拿大報導